近來有隻幣在短短半年內升了30倍 還上了 Binance 呢 到底它有什麼創新 它在紅市裡面也有這麼誇張的升幅呢 接下來我們有什麼報告 也可以留意一下 Hello 大家好 我是Desmond 既然我們今天說 DeFi 既然我今天都特地買了一件 Curved 的衣服 那網絡是不是好 DeFi OG 呢 說 DeFi 也特別有Feel 一點 那今天我要介紹的 就是 Pando Binance 啊 那早在 Binance 上線 Pando 過幾月之前 那其實呢 在幣言的網站上面 都已經有文章介紹過這個 Pando的啦 那早在三月的時候 其實幣言呢 都在 Channel Message 那裡 兩次約提過 Pando 這個 Project 那大家有時間的話 也都可以看看 那雖然呢 我已經離開了幣言 那其實呢 我還好朋友 還有支持他們的 那就連剛剛去台灣的 Trip 都有找Alvin去吃飯 那大家有空呢 都可以看回他的網站 那最近呢 他也寫了很多不同的文章 都挺有用的 好 差遠了啦 說回正題先 那這個Pando呢 其實我差不多半年前已經有留意的了 那我覺得他的概念呢 就有點新穎 而Pando的價格呢 就由2002年的0.04 升到現在的0.86 甚至在剛剛上 Binance的時候 最高還去到1.2 那短短半年的時間 是有30倍的升方 那為什麼Pando的價格可以飛漲 升得那麼厲害呢 首先當然是他的用戶 和TVL的增長 那而在短短不足半年 Pando的TVL成長就近10倍 而第二個原因 就是Pando的鎖倉機制 吸引了很多用戶的鎖倉 那他們就不會輕易變賣他們手上的Token 那而這個VePando的持有者 除了可以提高他的增壓報仇之外 還可以選投票給Biapool 來boost他的rewards 那VePando越高 他得到的優勢和收益率也會越高 所以很多人都會選鎖倉 不過也要提醒大家 VeToken這個模特兒就是有利有幣 在前期的確是非常好的 但是後期會不會後勁不計呢 那這個也是要時間去觀察 那第三個原因就是Pando 現在已經有不少Poloco 是在Pando上面 好像Equilibria PanPi等等的項目 那這些Poloco 都是累積自己的Pando籌碼 那關係就像我們之前介紹過的Wombat 和MapPi Wombat這些Aggregator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時機 Pando的成功 都可以得益於天時、地利和任和 它推出的時候 正正借了LSE協議興起的東風 很多人都想Stake ETH 來賺被動收入 同時長遠做多幣市 還有因為BAYC的興起 還有ApeCoin的側押 都令Pando多了實際使用的用途 也可以幫助Pando 吸引NFE大戶去用 而它的口碑 也可以透過社群散播出去 還有GMX還有相關Poloco的興起 也是原因之一 因為GLP 這個LP收入 它的收入來源就是交易者選益 和協議費用的70% 而交易者選益 它是虧多少錢 和協議費用呢 其實每天都在變化中 所以它的收益率 就有更加高的博弈空間 和可以給大家去trade 就可以看看它的收益率 到底是升還是跌 這樣大家再用Pando 去倒這個利率的升跌 好了 講完那麼多 相信我們都知道 如何買Pando可以短時間內爆升 但它到底是做什麼 都要看又如何運作呢 Pando其實是一個 將新息資產的未來收益代幣化 給大家可以自由交易的平台 而它的創新是將利息衍生品市場 帶入DeFi 令到人人都可以用到它為服務 上面的用戶就可以用discount的價錢 來買一些生息的資產 例如GMS的GLP LIDAL或者FreshDTH 或者就是APECON 不過這些資產就是一個鎖倉期 那個概念就很少像銀行的定期存款 到期才能拿走的 而另一邊商 一些流動性的提供者 就可以賺高一點的APR 而Pando的設計就很簡單 就將本身有收益的代幣 包裝成SY Standardized Yield Token 然後再將本金和利息 拆成兩種不同的Token 分別就是PT Principal Token 和YT Yield Token PT就有點像零息債券 即是不支付利息的債券 而到期就會根據它的面值 支付給債券的持有人 而YT就有點像息票 即是QBOUND 持卷人就可以利息支付日 即是那時候 拿它來換回利息 我們再挑選這些 其實這個PT 就只是一個權力 在到期日的時候 拿到你的本金 不過就不包利息 這個利息的權限就已經設計了出去 就是給了YT的持有者 而YT就更加簡單了 它只可以用來收息 但就不能拿到本金了 而在這樣拆法之後 之後就有很多玩法 而接下來都會跟大家一一解釋一下 那什麼人適合用Pando呢? 很簡單 就是價值投資者 和長期的信仰者 當你長期投入某些資產 例如ETH和ApeCoin 那這些人就可以用折扣價 買到一些優質的資產 去提高他的收益率 而另外 就是一些想Trade利率變化的人 例如覺得 將來某樣新息資產的平均利率會提升 我就可以買Yield Token 來Long它的利率了 那是不是聽完都還是一頭沒水呢? 那其實呢 這是一個TradeYT和PT的例子 那來看回這個網站 上面呢 就有一個叫People的人 覺得接下來STTH的利率 就會升到5.5% 那但是現在的Implied APY 就只有4.5%而已 那這個時候 我當然是Long它的利率了 那我的方法呢 就是買100粒YT STTH 過了幾個月了 只是利息這一部分 它都收了1.幾顆ETH 那而Implied APY就升到5.5% 那這個時候 People就覺得將來的平均利率 可能就會剩下5.3% 低過Implied APY 那所以呢 就可以short的利率了 那就是將YTSTTH 變成PTSTTH 那短短幾個月的時間 就已經賺了連發107%的回報了 那而由上面的例子 我也可以看到 其實Panda 就有很多不同組合的玩法 還有很多不同的用途 那而將來Panda 在LSD塊上面 也都可能會有更高的影響力 那所以呢 大家都可以留意這個project 不過呢 在這裡也要提醒大家 雖然今集是跟大家介紹 到底Panda是做些什麼 還有為什麼它之前會這麼厲害 可以升到幾十倍那麽多 那但是大家不要搞錯 我不是叫大家 現在立刻要衝入場 去買這隻幣 因為現在連Binance 的交易所都已經上了 而市值呢 都已經是之前的幾十倍那麽多 那所以它現在是直博率 之前就沒有那麼吸引 那我們反而應該想的是 怎樣可以發掘到 下一隻Panda這類的早期project 還有怎樣去trade這些Yield Token 或者Principle Token 因為LSD概念 其實怎樣都會繼續發展下去 那現在都不算很多人 會失去trade這些Token 那很多人呢 見到 好像剛才有YT有PT那樣 可能都會覺得很難 或者是很煩 那甚至乎 你問一下身邊有幣幣的朋友 他可能都不會知道Panda這裏開鏡 What?! 更加就不知道PT和YT是怎樣去work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man? 這些有門難的東西 才會賺到錢 因為競爭對手少 你在一個護城河 那些人覺得很麻煩 很難 就不去做 所以你的機會就會多了 而至於Panda這隻幣 除非它之後跌到一個位 是市值非常吸引 而Protocol還是運作得不錯 那可能我就考慮一下去入它的幣了 而剛才我不是說大家應該想想 有什麼新的project大家可以發掘一下 找到好像Panda那樣的早期投資機會 最近我也有留意一些新的project 例如Narwell Finance 它就像GMS那樣的Protocol 而它之前已經完成了Public Tax Act的活動 而現在也有新的活動進行中 大家還是試試去用它 看看不要讓它拿到空頭了 而另一隻就是Panoptic 它本身是一個Option Protocol 它就Leverage了Uniswap Fair Free的功能 令到它有足夠的流動性 讓大家去Trade 而現在其實在傳統市場裡面 其權的交易量 還多有期貨 不過在Crypto市場裡面 其實其權還是很不成數 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所以都是一個值得留意的賽道 而他們現在有一個Panoptic Gator Launch 還有十萬美金獎金的交易比賽等待大家 所以大家也會關注這兩個project的Twitter 看看上面有沒有早期機會 還有什麼新的update 我們今集和大家說了Panoptic Finance 到底是做什麼 為什麼它在短短半年的時間裡面 升到三十多倍那麼多 還有什麼人是適合用Panoptic 以及實際上 怎樣用這個Protocol 來增加你的收益 以及Trade利率來賺錢 不知道大家最近 有沒有留意什麼新的project呢 都歡迎你留言和我們說下 好了 今天的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大家最後都不要忘記 like comment shar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也會繼續在這個channel上 分享更多我對Web3的看法 以及一些新的project給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 而他們現在也有一個Panoptic Gator Launch Gator Launch 不可以Gay Launch 美哥 差大差大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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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